据报道,日前美国主导的欢太平洋军事演习拉开大幕,日本派出了DDH18214号直升机驱逐舰,作为海上自卫队的主力战舰参加演习。 改舰虽然被日本称为驱逐舰,好称是一种防律舰种,但实际上14号无论是直通甲板还是接近2万吨级的队,都是一艘不折不扣的攻击型轻型航母。 改舰作为日线级的二号舰,飞行甲板上拥有4颗直升机停机均,可以同时操作4架直升机,同时改舰装备了日本研制的负面阵列有源相控阵雷达,其飞行甲板上是有巨大的机库,可以停放超过10架个型号直升机。 在日相机之后,日本还研发了出源级直升机航母,其外形仿佛光大版的日相机,拍水量比日相机增加了40%,假版有5个直升机停机均,一共可以搭载14架直升机。 据日媒体报道,自卫队正在积极同美国接触,希望获得美军的F-35B战斗机。 该机具备到全起降能力,日本一旦拥有F-35B战斗机,就可以将其部署在两艘日相机和两艘术日极机两栖战舰上,就让这两艘所谓的驱逐舰,瞬间变成正牌航空母舰。 这样,日本就可以拥有4艘可操作的航空母舰,一举超越中伊法河英等国家,成为世界第二大航母大国。 此前,日本向美国顶购了42架F-35A战斗机,其中第一批的F-35A已经交付给了日本防空自卫队的三则基地。 日本是出美国外采购F-35战斗机最多的国家之一,日本作为F-35战斗机最早的投资方,日本防卫省可谓是未雨绸缪,尽管没有获得购买F-35B战斗机的资格。 却依然在研发之初,即为指向机、出云集两款4艘直升级航母,未来它的F-35D做了准备。 无论是升降机的尺寸,还是直通甲板的设计,无不许为是配F-35D而设计,甚至日本还准备好了特制的那张温暖焰甲板,可以让F-35B战斗机可以在全职紧降时,不至于损坏船体。 军事专家表示,这方图谋将F-35B垂直起降战机,配备在四艘新航母上,一旦成功的话其作战能力将超过不少国家的正台航母。 不得不说这种暗渡沉航的伎俩,骗过了全世界很多国家,但中国方面早就对这种小算盘有所察觉。 早在日本建造热像机的上一代大渔级登陆点时,中国就注意到其直通甲板的设计很可能是未来两期作战做准备。 因此,日本随后发展的两型直通甲板两期舰都在沃军的掌握之中,而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两艘6万吨级的大中型航母,而核动力航母也已经在计划之中。 未来即使日本拥有了F-35E,对解放军的影响也不会太大,中国可以凭借航母的质量和数量优势,保持东亚地区的海上平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